這個撥款的作用,根據政府的說法和我們認同的,協助本地的學生修讀研究生,令他們的財政負擔可以減輕。 但是我們看到的問題,我們雖然想幫助他們在財政上可以減輕,但是現在似乎本地能夠修讀研究生的機會,其實是減少的。 在政府提供給教育事務委員會的補充資料當中,即11月27日提供給我們的資料,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沒有。 附件一的表表看得很清楚,政府或教育會給各家院校開辦的研究課程的核准學生人數指標,每年人數高達5595人。 但是,實際上,過去五年開辦哲學碩士的課程只有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人左右。 即是說,實際上,m field的數字是很低的,頭重、腳輕的。 如果剩下的數字全部都是自立博士的話,即是說,有千多碩士對四千多是博士。 這種情況對於本地的學生想在本地修讀研究生課程,將會造成一個很大很大的困難,因為他們未必能夠入得到碩士課程。 為什麼我們開辦的課程的情況出現這麼嚴重的頭重、腳輕的情況呢? 這種情況令我們非常擔心,即使你給了三萬元,他們未必有相關的課程可以讀的。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嚴重的。 不知道局方會不會在這裡可以給我們一些看法呢? 下一個局長。 主席,在鄭華議員提到在2017年11月27日的文件附件1裡面, 其實講的就是實際上在過去五年大學實際上入讀哲學碩士課程收讀學生的人數。 這個不是一個上限來的,這個是實際發生的一件事。 每一年,學生,我們過去看幾年,其實在大學開辦的,無論是碩士課程,即是研究的碩士課程,或者研究博士課程的數目,是大致相約的。 即是說過去幾年,如果有那個純粹是一個學生自己的選擇,因為讀完一個學士學位之後,其實他可以選擇到一個碩士課程,也有一部分可以選擇直接入讀一個博士學位的課程。 可能只是反映了,有更多的學生寧願直接入讀一個博士學位的課程,是比較少入一個碩士學位的課程而已。 這個不是有任何政府在學位上限制了只可以有幾多人去讀一個碩士學位課程的情況出現的。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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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學生,他當然還可以有其他選擇,但是如果他想讀下去的話,讀這個研究性哲學碩士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種做法,而這個呢,現在的情況這麼... 主席 主席 而哲學博士的課程同樣地是維持在二百三十幾至二百四十幾,即是說在過去十年裏面,其實每年那個哲學碩士課程的數目和哲學博士課程的數目都是很穩定維持在大約那樣的數目裏面。 局長提供的數字就說,過去那幾年,讀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的人數都相差,都沒有什麼大的分別,都是圍繞在二百一十人或者二百三十至二百四十人。 那是否人數呢? 是的,局長 主席,我想說那是開辦課程的數目。 OK,這樣清楚了。 所以當我講人數的時候,而局長在講課程的數目的時候,就出現一個很大的誤導了。 人數呢,我們在政府提供的補充資料裡頭,看到很清楚就是, 紫維碩士的課程呢,2016年,總數是一千二百多人。 但是整個研究生的指標呢,是五千五百九十五人。 我再去大學資料委員會的網頁看,實際的人數呢,收讀的人數不是指標,是七千五百六十七人。 七千五百六十七人,如果減到一千二百八十六人,就是讀哲學博士的,應該就是六千二百八十一人。 一千一二百六對六二百一的比例是一比五,即是說,那個頭重腳輕的程度是非常之嚴重。 這裏呢,我們在說的是,你開辦的課程可以的數量大,但是你每個課程裡頭收讀的人數可以很少。 而這個整體的哲學博士,哲學碩士,那個人數呢,那個開辦的情況呢,其實都是逐年減少的。 整體的呈現,由2012年是千四人,現在只割不夠千三人。 那這種情況呢,其實就是,變了,剛才的局長告訴我們,其實呢, 知學博士和知學碩士都分別不大,我覺得這個情況就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局長可能要重新去看,考慮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剛才說的就是,很多本地的學生,當他們考慮讀書的時候, 哲學碩士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入手位。 但是香港的大學呢,現在呢,是提供給哲學碩士的人數呢,是少了很多。 當然有可能是,全部香港的學生都不想讀哲學碩士,全部都是想讀博士, 但是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很微很微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希望局長不如先回應,好嗎? 主席,正話呢,我必須澄清,我沒有誤導到議會各位委員, 我只是想指出,那個數目的修讀哲學碩士的人數呢, 現在2016、2017比2012、13是少了。 但是其實呢,課程的數目是沒有少到。 就是說呢,對香港本地學生來說呢, 他要選擇讀碩士研究生的課程是在的。 而出來的結果是少了。 所以呢,開頭,業議員第一次問,是否有什麼限制, 或者是否開小了,令到他們沒得讀呢? 那我只是告訴他們,從數字上面,我看不到有這件事。 那當然,少了,我們看到的趨勢是少了呢? 那當然,他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了譬如, 譬如,正話業員也有說,可能他的興趣, 或者現在香港的學生寧願選擇讀一個博士的課程, 不想讀一個碩士的課程。 這個亦都可能是那個背後的原因。 今天,我們其實有兩個主題非常突出。 一個就是在本地生和外地生的比例, 現在去到一個非常之誇張的一個階段。 第二個就是,剛才我和幾位議員都提到, 就是那個芝樂博士和芝樂石士的開辦的比例, 亦都開始出現了一個比較誇張的情況。 剛才黃碧雲議員提到成大, 我剛剛找了成大的年報, 2016年的年報的數字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芝樂博士的班售人數是243, 而芝樂石士的只有4, 2403和4, 其實是沒有分本地和外地的, 是一個總數。 原殊的情況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其實我們在這裏, 並沒有批評教育局的意思。 因為這是很大程度上, 或是大學自己的安排的決定 但為何大學方面會有這樣的決定呢? 剛才很多議員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原因 無論這些可能的原因是怎樣也好 大家再發掘可能還會找到更多的原因 但這個現象對於香港人才的培養 確確帶來一個非常嚴重的隱憂 可能都不是隱憂,現在已經是浮現了出來的了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大學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工作方式 有自己的目標和邏輯 但當我們在議會裡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有這麼多的大學培養人才的時候 我們的確希望本地的年輕人得到這方面的好處 還有就是我們一個比較均衡的大學發展 是不是都應該是本地和一個國際化呢? 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地均衡的狀況 而不是一種傾側? 在智學博士和智學碩士的課程的開辦上面 我們也都應該有一個比較平衡的情況 能夠令到本地的學生既能夠得益 香港的各間大學也都可以得到一個適度的國際化 還有我們其實一點都不排斥其他地方的人來 但是只不過我們希望那個比例是一個更加好的均衡 對於大學來講他們可能有另一種想法 因為國際的比較、排名等等 他們是有另一種邏輯的 但是我覺得在我們作為教育局也好 或者在立議會也好 我們的確是希望能夠得到一個 貿取一個比較好的平衡